你是谁 我回家 晚秋 晚秋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没事 那这孩子是 他是我二哥的后代 敏家寺 那你二哥呢 我二哥 说呀 我 他为了救我们 被关闭 晚秋 你公爹的心愿终于被你完成了 晚秋 晚秋 谢谢 老兄弟 你就安心吧 这是宫爹 临去室的时候 交给我的 宫爹说 这是敏珠两位前辈 经营了几十年的 蚕丝和茶叶的积蓄 谁也不想单独使用它 要等到两家 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可以用它 真是你宫爹 交给你的 宫爹不让我 告诉任何人 只是要等到 最紧要的关头 才可以打开它 我早应该料到 两家的父辈 肯定会留下 什么重要的东西 可我却没有想到 兽难会瞒得这么紧 而且没有交给花唐 反而交给了你 你认为现在 到了重要关头了吗 是 我想用它收回马店 剩余的 供您继续承接 下端铁路的土坊工程 没锁 只有一个长方孔 这儿有个凹槽 难道 这儿有个凹槽 难道 难道 这儿有个凹槽 大伯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老一辈的遗愿我们没有完成 好在还有后来人 这个给你 要我做什么 你想想看 能不能打开这个箱子 我试试看 试试试 这是什么呀 这是茶 这是百年以上的普尔 别的茶 当年贵如宝 隔年不如草 可唯独云南的普尔茶 就像陈年的老九 仿得越久远越值钱 这一箱子百年普尔 真是价值连城 可这一箱子茶叶的 真正价值并不在此 它也不仅仅是一箱子财富 它代表的是 我们两家的上辈人 希望我们和睦相处 共同繁荣 如果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才是这箱子东西 和天和玉的真正意义 明达掌柜 话我都讲了 各种的厉害关系 我也指明了 如果大掌柜肯割爱 你不但可以建议做更好的马蝶 还能一节猪牢中班 面临破产的问题 我想这两千七枚的事情 你会答应的 是吧 明掌柜 从一开始就是我讲 你总该有个答复吧 拜见巡抚大人 二位免礼 看了这么久了 有结果了吗 我看你们还是把马蝶让出来吧 大人 此举小人数难从命 为什么 讲 大人 天和马蝶乃昆明老殿 老殿遗风乃百姓心愿 小人绝不随便舍弃先辈心血 更不能不念主顾之恩典 让异国的羊神仙 压在老殿的上面 况且 马蝶已经被我典当给了别人 故此 无法再转手给这位神府大人 大人 拆马蝶建教堂为虚 毁掉风水宝地 动摇百姓信奉 以羊教卓取民心乃为识 此真 请大人拨云建日 予以攻断 大胆放肆 莫非本官连个小小的马蝶都动不得吗 大人 您非要动小人的马蝶 那也不难 讲 那就连同我敏家戍口和几十名火鸡的性命 一起拿头 小人纵然是家破人亡 也绝不让出马蝶 神府先生 请问你的主诺在场 他该如何处置呢 神府 本巡府 为臣一朝便要忠君一事 为官一任就要安民一方 此等民事之争 也只好请你们自行商量了 告辞 宋大人 宋大人